季后赛被横扫次数最多的五位巨星 詹姆斯和科比并列第二多 第一是他们两个总和 Top3 迈克尔·乔丹和蒂姆·邓肯 乔丹在NBA征战15个赛季 除了职业生涯末期加盟奇才队的两个赛季以外 其余赛季军带领球队打进季后赛 带领公牛队拿到6个总冠军 他在季后赛曾两次被横扫 1985-1986赛季 芝加哥公牛队排在东部地霸 在季后赛首轮遇到东部第一的凯尔特人 尽管乔丹场均砍下43.7分 6.3个篮板5.7次助攻 外加2.3次抢断和1.3次盖马 投篮命中率达到50.5% 但公牛队整体实力远不如凯尔特人 被对手横扫出局 1986-1987赛季 公牛队依然排在东部第8 季后赛首轮遇到的还是凯尔特人 乔丹场均砍下35.7分 7个篮板6次助攻 外加两次抢断和2.3次盖马 奈何凯尔特人有三个场均贡献20家的球星 公牛队再次在首轮被横扫出局 邓肯在NBA征战19个赛季 每一年都带领马次队打进季后赛 不过2000年他殷伤缺席季后赛 在他出战的18次季后赛里 他率队拿到5个总冠军 有两次被对手横扫出局 第一次是2001年的西部决赛 邓肯场均砍下27分12.3个篮板 奈何胡人队友如日中天的OK组合 柯比场均33.3分 投篮命中率高达51.4% 奥尼尔场均砍下27分13个篮板 两大巨星合力将邓肯踢光头 第二次是在2010年的西部次轮 面对那时和小斯率领的太阳队 邓肯场均砍下20加10的两双数据 却敌不过炮轰鼻祖 被太阳队横扫出局 Top 2 柯比布莱恩特和勒布朗詹姆斯 柯比在NBA征战了20个赛季 有15个赛季带队打竞技后赛 率队拿到5个总冠军 有三次被横扫出局 第一次是1998年的西部决赛 当时的柯比只是一个二年级新秀 西决场均只拿到10分 投篮命中率不足40% 表现非常糟糕 导致胡人队被爵士队横扫 第二次是在1999年的西部次轮 进入联盟第三年的柯比进步神速 场均得到21.3分 但是马次队有5位场均得分上升的球员 全民皆兵将胡人队横扫 第三次是在2011年的西部次轮 柯比场均得到23.3分 投篮命中率45.8%也不算差 但是其他球员在拿到两连贯后 状态下滑严重 二当家保罗加索尔场均只有12.3分 投篮命中率只有42.2% 而诺维茨基状态超级好 以57.4%的命中率砍下25.3分 加上独行侠全队三分特别准 最终将未免冠军横扫出局 詹姆斯目前在NBA打了20个赛季 除了前两个赛季以外 其余赛季均带领球队打竞技后赛 率队拿到四个总冠军 他和柯比一样被横扫三次 第一次是2007年的总决赛 当年詹姆斯的投篮很差 马次对防他突破放他投篮 詹姆斯场均得到22分 投篮命中率只有35.6% 面对马次对的三驾马车毫无还手之力 被对手4比0横扫 第二次是在2018年的总决赛 詹姆斯场均砍下两队最高的34分 还有8.5个篮板和十次助攻 奈何对面是拥有杜兰特的一重用 再怎么挣扎也难逃被横扫 第三次是2023年的西部决赛 38岁的詹姆斯依旧神勇 但是他的体力难以支撑他一直高效发挥 第四场他在半场砍下31分 下半场只拿到9分 全场砍下40分 还有10个篮板和9次助攻 无人队却以两分汉复决精队 被对手4比0横扫出局 Top1 沙克奥尼尔 奥尼尔在NBA征战19个赛季 有17个赛季率队打竞技后赛 带领球队拿到4个总冠军 却有6次被横扫 是NBA被横扫次数最多的巨星 第一次是1994年东部首轮 奥尼尔场均得到20.7分 13.3个篮板 但是雷吉尼勒场均砍下29分 投篮命中率54.5% 带领步行者将魔术队横扫 第二次是1995年的东部决赛 奥尼尔和奥拉朱旺两大巨星对决 奥拉朱旺场均32.8分 11.5个篮板 奥尼尔场均28分 12.5个篮板不落下风 但是奥拉朱旺的帮手更多 运气也站在他们那边 第一场比赛 魔术队有几次机会拿下比赛 却都错过 输掉那场比赛之后 士气有些低迷 之后连输三场被横扫 第三次是1996年的东部决赛 1995年魔术队曾在次轮4比2淘汰公牛队 但是惹怒乔丹的后果很严重 1996年东部决赛 乔丹以52%的命中率 砍下29.5分 将奥尼尔和哈达威率领的魔术队横扫出局 第四次是1998年的西部决赛 他场均砍下31.8分 9.3个篮板 卡尔玛龙场均30分 10.3个篮板 两大内线对销以后 斯托克队用高效的得分和助攻带领全队 二年级的科比不能给奥尼尔提供太多帮助 导致胡人队被爵士队横扫 第五次1999年的西部次轮 在邓肯和海军上将的夹击下 奥尼尔场均只得到23.8分 而邓肯场均砍下29分 当时的科比已经进入联盟三年 场均能够得到21.3分 但是还不能像后来那样惩罚马次队 最终胡人队被马次队横扫 第六次是2007年的东部首轮 当时的奥尼尔已经34岁 而且常规赛因伤缺席了42场比赛 场均得分首次低于20分 他在季后赛场均得到18.8分 还在两队第四 他已经失去统治比赛的能力 韦德也因为伤病状态不佳 反光公牛队的洛尔邓和本戈登状态极佳 俩人场均合侃41.8分 联手将未免冠军热火队横扫出局